在美国对于华裔家长来说 孩子的中文教育是大家普遍关心的话题 然而很多有中文教育的学校不是学费太高 就是离家太远 对中文的学习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巴萨迪娜学区Fill的小学是一间公立小学 他们所推行的沉浸式中文教育 更是广受热爱中文的家长们的赞赏 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邱少芳总领事一行 于7日前往巴萨迪娜学区Fill小学 走入提供全方位沉浸式双语教学课程的幼稚园 一年级二年级和三年级课堂 与学生中文对话并观看表演 Fill小学90%为非华裔学生 两年前启动这项由美国教育部拨款补助的沉浸式双语教学课程 该项目循序渐渍幼稚园中英文教学比例为90%和10% 一年级80%比20% 二年级70%比30% 三年级60%比40% 四年级开始采取中英文对版教学 我们以前在家里每天讲 那他们开始上学以后就不讲中文了 我觉得这学校真的program很好 然后他们还已经会写了很多字 据了解该学校属于公立学校 并允许学生跨区入学 国际卫视记者唐里正 马莎迪娜报道 大家的目标 询 点赞 点赞